过年了,除了贴春联,很多人还会在家里摆个插花艺术作品 南投县银法乐园关怀协会理事长蔡宗志议员 特地邀请两位书法家及插花老师 为学员办理年节送春联及插花教学 会员参与十分踊跃 藉由春联及插花作品增添过年的喜气 活动,很久都在办到插花 所以总体的协会拼请两位大师来到现场会号 第一位老师就是南投高校校长吴宜峰吴校长 第二位就是我们县议会的书法师 吴贵后吴大哥 也拼请一位南投县华裕老师林苏林林老师 就是主要来营造到我们过年的气氛 活动在仁河里七里活动中心举行 准备的插花花材 有兰花、长寿花及长春藤等等 都是过年喜气的花材 老师林苏林也希望借由盆栽组合 来陪大家快乐过新年 今天的盆栽组合呢 我们也选用非常应景的长寿花啦 或者是长春藤 希望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兰花的部分 因为兰花开花期间 我们的学员们提醒大家 就是不需要太长浇水 那选用的植物呢 多肉植物也都是属于懒人植物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新年 不用太介意说我的花 我是不是要去很用心的去照顾它 那就是用盆栽组合兰花的方式 陪大家过快乐的新年 学员中也有夫妻党及姐妹党 每个人都很高兴能来学插花组合 也感谢蔡议员办理这项活动 让家里增添许多喜气 感谢我们南投县的英法协会 挤办这次插花比赛 这一次我是跟我太太一起来 共同来学习插花的一个情趣 南花放在家里面是代表一种喜气 家里看起来锐气吉祥 南投县英法乐园关华协会 第一次办理这项活动 深受会员喜爱 蔡中志议员表示将会扩大办理 也借此联络彼此感情 最后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